若 xy 為正時數且滿足 x 平方乘上 y 的三分之一次方等於100 即 2 倍的 log x 等於 1 則 10 分之 y 減的 x 平方等於多少 那首先我們先從 2 倍 log x 等於 1 這邊 我們可以知道 log x 會等於 2 分之 1 所以可以解得 x 等於 10 的二分之一次方 那代入 x 平方乘上 y 三分之一次方等於100 好 那可以得到 y 等於 10 的三次方 所以所求就把 x 跟 y 分別代入之後 計算得 答案等於 99 都看到這裡了 還不加入龍騰高中生嗎 快掃描 QR Code 或點擊下方資訊欄連結 加入龍騰高中生 獲取更多升學相關資訊